大家好 我是王狗 今天我旁邊這位 是上次跟我一起玩點線的 他叫做阿B 嗯 不是阿B 你知道我們今天來這裡要幹嘛啦 嗯 對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挑戰一個 都市傳說嘛 哦 你說被霸凌死掉那個 對對對 被霸凌死掉那個 那個都市傳說就是 相信大家都有聽過 叫做廁所裡的花子 那但是廁所裡的花子 它是在女廁 對 可是我們是男生 所以可能 要去男生不太玩 對對對 我們要去男廁玩 那男廁其實它有一個傳說 叫做廁所裡的陽界 對 這個遊戲它怎麼玩呢 就是我們要找一間學校 在這間學校的三樓的廁所 對 進去之後 廁所第一間 敲三下 然後喊說 陽界你在嗎 誰在嗎 再走到第二間 再敲三下 喊說 陽界你在嗎 再走到第三間 敲三下 喊說 陽界你在嗎 這個時候 第三間的廁所裡面 就會回傳出一聲說 我在 對 陽界就會說我在 對 陽界就會說他在 他說他在之後 有兩個選擇 嗯 對 第一個選擇是 你直接 不要理他 不要回他 直接就走掉 對 那第二個 酷許就沒有事 對 第二個就是 你開了門 嗯 你會看到一個小男孩 嗯 活在角落 那他用怨恨的眼神 看著你 對 他的眼神 他用怨恨的眼神看著你 嗯 它比較輕一點 輕一點 他可能只會對你造成一些 輕微的一些傷害 那重一點 有人說 你會消失在這個世界上 永遠不見 他會對你的生命造成危害 對 所以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挑戰 這個讀之傳說 那你知道為什麼會選這裡吧 嗯 我到底 所以我下午跟你講過 因為這裡曾經在 很久以前三樓的地方 有一個男生他在男車被霸凌 後來他受不了那個壓力 他就直接在 這所學校的三樓 那個廁所裡面 突然然後跳 那好像是很久的城市 所以我們才會選擇 選這所學校 來挑戰這個都市傳說 今天是由我來挑戰這個都市傳說 那如果等一下真的聽到有人還說 我讚 嗯 對 那我 我選擇去開這個門 如果你那個時候聽到我打腳的話 你就上來 終於就直接跟他打 直接跟他打 那我現在 講真的我現在蠻緊張的 對 那我 話不多說 就出發吧 我們現在 畢竟在三樓 後面那個 燈亮 幫你穿來吧 車廁 然後燈壞掉吧 一閃一閃 就好像卻緊張 好 如果我說 有事我打腳 來 我就送去救 對 你在那邊走 我來給我看 攝影機 好我現在要進去這個 一閃一閃的廁所 這邊好可怕喔 Oh my god 好可怕 看三生養戒 先敲敵三 洗手台 我這個車廁真的很可怕 我現在要先 這燈子真的壞掉了 是不是 現在很低間 楊介妳在嗎 再來第二間 楊介妳在嗎 來最後一間 我要大大大 欸欸欸欸欸 這個燈 WTF 最後一間 等一下 好緊張 楊介妳在嗎 趕快走 趕快走 這燈子不怕 這燈子很可怕 這燈子很可怕 各位,你們一定會有人想問我說 為什麼剛剛那個影片最後我沒有開門 其實不是我不開門 我很想開門 只是我腦袋裡面一直有一個聲音告訴我不要開 因為那個時候在裡面的時候,我一直覺得 我一直覺得我後面有人 我是有很多看的,是沒有看到的 可是行動感,對 所以我才趕快的出去 後續是還好啦,這都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再來呢,就要感謝你們大家對我前線內部影片的支持跟關心 前線的後續狀況有蠻多人在問 我會統一在80月28號的時候,告訴你們大家 因為那一天8月28號,我們那個黑哥警察放榜了 我們後續還有一些什麼,發生什麼事情 我會在那一天一併告訴你們 然後大概就這樣子啦 總之就是非常感謝大家 如果喜歡Youtube頻道的朋友們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按喜歡,按分享 大概今天就到這邊啦 OK,謝謝你們大家 我是王狗,掰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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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